这次演练科目 就是模拟有通报中堂公路 或者国道六号发生意外车祸 而现场指挥官到达现场后 立即下令队员立即着装 着装后大家依自己的职长 进行车祸人员的抢救 那会做这个训练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双东消防分队 是仅靠在中堂公路旁的一个分队 每一年我们几乎都有遇到 很多的车辆的翻车 或是车辆的事故 那每一次的基于 大部分都会有人员受困 那在于说我们在抢救 这个人民过程当中 是属于要抢救时速 要非常的迅速 才能够将伤患后送到医院 所以我们在这个训练 要特别的加强 现场安排是非常的逼真 大家依自己平日扎实的训练 在这场演习中表现了出来 从受伤人员安排送上救护车 到破坏车辆抢救重伤者 按部就班仅然有序 上课时一个月上一次订训 然后一次订会 我们订训的话就每个月都有安排 就是训练 就是绳索啦 然后车辆破坏 每年都有持续在做 大家都配合的不错 跟警校我们弟兄都有来帮忙 然后大家一起训练 把平常该做都做出来这样子 后来我们还要加强持续 来针对我们这个车辅救 这个部分来做困难 因为实在是说 我们这个中滩公路 国度落后 这车辅没有这么容易 到手上 如果靠我们消防人员 我们人员的 没什么厚 所以这个车辅救 跟这个破坏 这个扩充 也会在我们的一个项目里面 业言廖子又表示 双东区的中滩公路 以及国道六号 过去车祸频繁 所以抢救工作 就必须仰赖双东消防分队 以及议销人员 但从这次整体表现看出来 大家的平日训练是非常认真 值得大家肯定支持 这个做一个真枪实弹的演练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演习 一个练习 能够真正在状况有发生的时候 能够在时间内 黄金时间内 能够救到我们的生命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非常肯定 我们双东这个消防队 他们对于 这个执行的态度的一个敬业的精神 双东消防分队也表示 此地区虽然有能力 可以立即进行抢救 但他们也不希望 任何事件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所以还是呼应民众 开车时遵守交通规则 快快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民生黄一怀超顿采访报道